昨天吧 以色列国防军被袭击了 被那个哈马斯 被这个极端的武装组织哈马斯袭击之后 好像一辆装甲车上边的几个士兵 就是这个坦克兵有的被杀死了 有的被俘虏了 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女人吧 一个女性也被他们抓住了 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呀 就像我说呀 就像这个糖尿病人 是吧 如果严重一点了 就是糖尿病足啊 或者你哪有个伤口啊 也不愈合呀 或者像这女的 现在好多女性不是为了不影响身材 就是叫什么 抛妇产那刀口啊 或者是是吧 像那个东非大裂谷啊 就是地球上的一个伤口啊 或者像那个马里亚那大海沟啊 是吧 一万多米深呀 他解决不了血海深仇 这个结构性矛盾 根本性矛盾解决不了 是吧 以色列人 我在北京就接触过 那个北京南城南四环外 大鸿门 黄亭子 北京爱森绿宝 油脂有限公司 就是绿宝油厂 大鸿门油厂 那个爱森 就是以色列的 他除了在中国 投资了十几个植物油的油厂 他主要还做军火 他原来认识这个中国的总理李鹏 就是在这个中国以色列没有正式建交之前 在什么国贸大厦呀 有一些生意呀 跟这个李鹏他们呀 都有一些来往 后来投资吗 那个总经理叫艾伟荣 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爱 这是一个草字头 那个爱 这个爱静唱歌了 是吧 伟大的伟光荣的荣 他是以色列北部海法人 每次我见他面 就跟他说 Shalom Shalom 就是以色列人打招呼 如果是阿拉伯人呢 就是Salam Salam Shalom 就跟这维吾尔 Rachmet Lachmet 是吧 都很像啊 他们都是古代的 陕米特人 陕族人的后代啊 所以这个 本来是唐兄弟 或者表兄弟 关系很近的 但是后来 在同一个地方 正搅过 在同一片土地上 生存 这不是吧 这个锅边 哪能不碰锅样啊 所以他必然有一些矛盾 这没办法啊 后来以色列人呢 被罗马帝国征服 给他们流放到全世界啊 主要就是欧洲和北非 像突尼斯啊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啊 主要在欧洲 从东欧 俄罗斯 啊 东欧 有一种东西叫格都 格都就是把这个犹太人 也不叫集中营吧 就是专门给他们自己住的地方 给你隔离起来 叫格都啊 所以在欧洲 不管是东欧 还是西欧 还是南欧 对以色列人的 对犹太人的排斥 包括排游 是吧 像西班牙1492年 把这个穆斯林最后一个小的这个 诸侯国吧 小的大公国 还是叫什么 诸侯国啊 反正给他给哈里发国 给他给灭掉之后 同时 首先要求穆斯林 要不然你们滚蛋 啊 离开西班牙 要不然你们就改宗 你们就别信伊斯兰了 你们就信这个天主教 哎 然后 哎 这个这个 这个 犹太人也是给他们轰走了啊 就是说你们也跟着穆斯林一块滚蛋 所以好多这个犹太人 后来也跟着阿拉伯人 穆斯林 又到北非那边去了 到摩洛哥呀 阿尔及利亚啊 当然在那边 他们还是受到一定的 骑士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这大狗 这大狗厉害 厉害 你大狗 比你大好几倍 你还敢跟人叫板 嘿 它倒是不害怕 出生牛犊不怕虎 行了你挺厉害 你敢叫唤得了 歇会儿吧 这个后来 也有一些犹太人就留在这个 留在这个西班牙了 尤其南部安达路西亚 安达路西亚这就是一个阿拉伯的名字 就是西班牙南部的自治区 前四五年吧 18年左右我跟我老婆到塞维利亚南部 千年古城塞维利亚去旅游 然后这个碰见了一个 碰见了一个那个什么 碰见了一个犹太人 戴着那个犹太人的那种小白帽 然后我说咱们合个影吧 行啊 等合完影了 说你给我两块钱 给我两块钱欧元 我说得了给你吧 我一看他那样子 好像戴个耳环什么的 有点像同性恋啊 有点像那个LGBT啊 我也没说啥 得了 给你两块钱吧 一个比我看着还岁数大 五六十岁的人啊 这个他说他 我问了问他 用简单的英文跟他交流交流 他说他们这个家族 在这个塞维利亚古城里边 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了啊 那就是跟着阿拉伯人 跟着北非的摩尔人过来的那批人啊 反正这个哎 这个以色列人啊 我跟他也聊啊 反正那个包括有一个巴哈伊教 巴哈伊不是穆斯林 不是伊斯兰 巴哈伊教的那个祖庭啊 相当于这个梵蒂冈的教庭 那个总部就在这个这个海法啊 有很多伊朗人 就是巴哈伊的信徒 我在北京接触了一个伊朗人 一个女的 她是美国国籍 她就是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在中东啊 那总部就在以色列 然后那个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啊 留学生 以色列人到我们家去过 是那个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人带着去的 然后呢 我跟他聊聊以色列的那个 以色列的冲锋枪 叫乌兹啊 那种小枪特别的棒 性能特别好 火力特别猛 杀伤力特别大 然后还有那个坦克 梅卡瓦 还有他们的那个货币 他们那个currency 叫那个谢克尔 实际发音是谢克尔 然后他们有一种军事化的 军事化有点跟那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呀 就这种军事化 半军事化的这种集体农庄 叫这个Gibbs Gibbs可能就是那个 叫什么定居点 在约旦河西岸呀 在这个加沙地带呀 在这个格兰高地呀 就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 吉普兹啊 乌兹啊 谢克尔啊 他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还有还有啊 反正对 跟他聊了好多啊 以色列人 这个 我对以色列人的印象不错啊 但是中东地区 这个一团烂麻乱麻 是吧 也解决不了 这个巴勒斯坦呀 实际上这个地方啊 原来叫外约旦 外约旦 外约旦 内约旦 约旦 哈西姆王国 认为巴勒斯坦叫外约旦 这个叙利亚呢 认为巴勒斯坦叫南叙利亚 然后呢 埃及呢 又认为加沙地带也是他们的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帮助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呢 然后打以色列呢 也都有私信 叙利亚呀 约旦呀 埃及呀 包括第一次中东战争的 伊拉克也出兵了 沙特也出兵了 是吧 这个第二 第三 第四 有没有第五次 我就忘了 反正打了至少三四回吧 越打阿拉伯人越怂 是吧 后来埃及 秘密的 是吧 单独的跟以色列构合 那会是卡特 美国总统 给他们约到美国的戴维营 啊 总统的度假地 度假的圣地戴维营 一个别墅 然后这个 以色列的总理叫贝京 啊 贝京 然后这个 这个 埃及的总统 萨达特 后来埃及的总统 萨达特 在阅兵的时候 被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渗透的 这个成员的 这军人 用那冲锋枪 把他扫死了 后来是 副总统 穆巴拉克 基位 应该跟他 这个没有通知那些阿拉伯兄弟 他偷偷了 本来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比如说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 埃兹哈尔大学 就在开罗啊 就是尼罗河嘛 啊 这个文明啊 埃及的文明 当然埃及又有涉及这个 比如说 古代真正的埃及人是科普特人 科普特人呢 又信了基督教 科普特教派 然后前任的 优恩 这个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又这个布特罗斯 加利啊 又是埃及的科普特的基督徒啊 这里边事儿都多了 非常复杂 然后阿拉伯人里边有分什么 贝都印阿拉伯人呀 啊 等等的啊 是吧 所以这个中东的事儿 我也比较清楚啊 这个这个中东的这个各国的历史啊 国际关系啊 这个宗教啊 战争啊 国际关系啊 甚至他的部落呀 这我也比较清楚 这方面的书我也读了 应该是读了不少啊 包括以色列的 土耳其的 叙利亚的 伊拉克的 也门的 这方面的书我读了不少 所以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看见这些穆斯林 是吧 比如说阿塞拜疆的 阿富汗的啊 这个好多高加索地区的 格鲁吉亚的 亚美尼亚的 我跟他们都有的聊啊 都有的聊 反正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这两天打打吧 打打 然后以色列再报复报复 你杀我三个人 我杀你三百个人 也就这样吧 阿拉伯人打不过人家 也不团结 是吧 后来又有这个 黎巴嫩的内战吧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吧 巴解 法塔赫 阿拉伐特 亚西尔阿拉伐特吧 阿拉伯复兴社会复兴党 复兴社会党 然后有这个叙利亚的 阿萨德就是阿拉伯复兴党 伊拉克的萨达姆 卡赛姆 也是复兴党 然后有两一战争吧 库尔德工人党吧 是吧 这里边的事儿都多了去了 是吧 包括塞浦路斯 北塞浦路斯 土耳其共和国吧 是吧 尼克西亚吧 联合国的这个蓝盔部队 维和部队的绿线吧 又有军事基地 英国的吧 在塞浦路斯吧 是吧 老百姓里边啊 咱不说专家 老百姓里边像我这么能够 是吧 娓娓道来的 耳熟能详的 一套又一套的 是吧 对中东问题这么了解的 知道这么多知识点的 不多 是吧 我的强项是东欧 中亚 然后西亚 这是我的这个 这个强项 包括蒙古 突厥 是吧 这些东西啊 阿尔泰语系 一直到俄罗斯 乌克兰 波兰 这条线啊 到巴尔干半岛 到土耳其 到阿拉伯半岛 到埃及 到北非 这都是我强项 不太谦虚哈 不谦虚是吧 叫什么来着 虾米过河 谦虚是吧 不谦虚 乌米 小乌米 我这原来2005年 18年前到北京大学就讲课 就做讲座 二战呀 这个民族问题呀 中国的边疆问题呀 少数民族问题呀 都去讲啊 去年 去年前年 有一个维吾尔人 经常看我的油管 从去年的 从去年的6月17号 我就不怎么露脸了 从去年的6月4号 2022年6月4号 我就不做直播了啊 所以这个一年多了 没好好做节目 我这个访问量啊 关注度啊 也在下降了啊 这没办法 有很多原因的啊 这个不是政治上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啊 那个维吾尔人在北欧 在挪威瑞典 那个芬兰那边丹麦啊 他说这个 他是我认识 我是他认识的人里边的 新疆问题 维吾尔问题的一个专家啊 他是 他的父母吧 他的家的家族 都是在新疆 都是比较高层的 算是维吾尔人里边的官僚阶层吧 都是那种既得利益 账罗交换的 也认识人里边的